南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,中国与黎巴纳的比赛14月凌晨2点打响,中国南篮来队的阵容也最终确定。 他们是,三号胡明逊广东华南虎得分后卫,零号郭艾伦,辽宁飞豹,组织后卫,八号于德豪,深圳列豹,组织后卫,十号周鹏,广东华南虎,小前锋,十三号可莱白鹤马侃,新疆飞虎,小前锋,十八号陆文博,浙江金牛,得分后卫,二十号任郡飞,广东华南虎,大前锋,二十一号胡金秋, 浙江猛诗,大前锋,二十二号李小市,辽宁飞豹,大前锋,三十号周站东,青岛雄鹰,组织后卫,三十三号无前,浙江金牛,组织后卫,五十五号韩德军,辽宁飞豹,中锋,这份名单中内线小鲨鱼陶汉林一万落选,周站东四杯期间应召入队,并挤上了蓝队末班车,名单一经公布引起球迷议论, 首先是球队带了六名后卫让人不解,如果是对后卫不把握,那么争调郭艾伦可以让蓝队缠续的后卫得到加强,应当减少一个后卫才对,小鲨鱼在亚洲区有一定身体优势,移动能力在内线中也算不错,放弃一名内线选择一名后卫确实有些看不懂, 其次,可怜功夫熟猫哈德军,小鲨鱼陶汉林落选后蓝队,真正的中锋只有哈德军一人,无体补,胡金秋,任军飞,李小旭智能客串,自然在两个位置上,进行轮化确实有点紧张,不知杜丰到时候如何去安排轮转休息,逛东球员战至五席,三人是后卫, 在国家队层面,这三个空位针能打得不多,鱼得豪快成了扶不起的阿斗,周展东在尤纳斯执教期间被按在板凳上, 胡宁轩是杜丰去联邻出来的,要证明自己是伯乐,就要不断给这些球员以机会,但这些人没能给杜丰挣太多的面子,杜丰为何这样安排不得而知, 也许是借鉴了去年亚洲被战胜黎巴嫩的经验,也许是最近研究黎巴嫩阵容,觉得内线也没必要带更多的人,总之,只有比赛才知道独风卖的是什么关子。